第五百五十一集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 林明与秦幸轩穆千宇两人 便是在修炼和温存中度过 这一年里秦幸轩成功突破玄丹 比起当年穆千宇三十岁破玄丹 还要早上两年 而穆千宇已经是玄丹后期顶峰 距离命运仅一步之遥 这还是因为他自敢抵运不足 有意压制修为 否则早就突破了 至于林明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彻底沉淀修为梳理法则 彻底消除了之前修为突飞猛进流下的隐患 就这样来年春季 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 林明在穆千宇和秦幸轩的陪伴下 来到神皇岛的神皇秘境 进入禁制之中 而在林明进入禁制之前 电灵就已经感觉到了 那苍老宏大而淡漠的声音 随之回荡在林明耳边 久违了 试炼者 嗯 久违了 很抱歉 又打扰了前辈的沉睡 我这次来是想询问您 怎么才能打破未面空间避障啊 我想离开天眼大陆 前往神域 试炼者 之前凤仙子大人已经彻查过天眼大陆的情况 这片时空被封锁了 想要在这个位面打开空间通道飞升神域 十分艰难 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传送阵去其他大千世界 而后通过那里的空间通道离开 而当年你离开远古皇城的时候 凤仙子送了你几枚玉剪 其中有一枚玉剪中隐藏了凤仙子的一缕头发 只要你捏碎这枚玉剪 这缕头发就会成为一个身外化身 你就可以凭此联系到凤仙子大人了 有这种事 林明惊呆了 他没想到凤仙子留下这种布置了 他当年离开远古皇城的时候 凤仙子送了他几枚火系一经预检 供他随时参悟 他完全没察觉到其中另有玄机 电灵道 凤仙子大人和蓝炎上人 推算出你在天眼大陆有未完的因果 和尚未继承的气韵 如果过早飞升神域 反而不利于发掘你的潜能 所以才让你返回天眼大陆 然而白龙浮渝 受至于渔夫琴鸟 你虽是前渊之龙 又深得凤仙子大人器重 但在你未成长起来的时候 却也是结束重重 没有人保护 哪怕你气韵旺盛 也有云落的危险 所以凤仙子大人便以百年修为 结合一缕发丝 留下这缕化身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你此事 是为了让你误存侥幸之心 发挥出全部潜力 将你在天眼大陆的气韵 发挥到极致 理顺一切因果 而如果真的出了意外 在你生命垂危之时 那欲减就会自动破碎 烟化出凤仙子大人化身 护你周全 虽然因为天眼大陆的法则限制 这缕化身的修为 被压制到神海境后期巅峰 可却完美继承了 凤仙子大人对法则的理解 灭杀天眼大陆天下第一人级别的人物 只是翻手之间的事情 电灵不紧不慢的说道 林明听了深吸一口气 他完全没想到凤仙子暗中 做了这么多事 确实啊 以凤仙子的境界 别说是压制修为到神海后期 就算压制到命运 也足以灭杀杨云 要知道 林明就是五重命运灭杀的杨云 修为并不是一切 如果是凤仙子真身降临 他自压修为到命运四重 怕是都能击败命运五重的林明 这就是境界的差距 没想到凤仙子前辈 有这样的安排 这份恩德 林明铭记在心 林明十分认真地说道 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 哪怕是展露出优秀的天赋 也终究就是一个不错的后辈罢了 而且自己只是获得了 下届远古皇城试炼第一名 神域的试炼 更加恐怖 天才实在太多 而且天才每十年 十几年就出一批 而那些绝顶人物 却都是数万年的时间 积累下来的 哪怕一个时代最优秀的天才 将来也未必能成大器 以凤仙子的地位 能够煞费苦心 为自己安排这么多 足以知的林明 记下这份恩德 电灵道 凤仙子大人 确实煞费苦心 不过你也没有让人失望 自始至终 这缕化身都没有被催动 这证明你完美的解决了你在天眼大陆的一切因果 你现在可以选择任意时间飞升 当然不要太迟了 因为你已经站在天眼大陆的巅峰 将你在下界的气运发挥到极致 这个时候下界只会成为你的束缚 只有在神域修炼 开阔沿界 寻求更大的机缘 接受更多的竞争 你才能突飞猛进 至于你现在修为过低 你也不必担心 神域本土生长的武者占了绝大多数 他们也是从炼体期开始一步步修上来的 在上古凤族 也有的是先天期玄丹期的弟子 当然也有的是神海期神变期的弟子 上古凤族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士族 族人数目难以计数 怕是有百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族人 而且这些族人个个都有极高的修炼天赋 当然上古凤族虽然庞大 可比起无边无际的神域来说 那又微不足道了 电灵的声音依旧不带丝毫感情 几句话就昭示了神域的浩大和恐怖 论武者的实力 哪怕三千大千世界加起来 也比不了神域的一角 林明道 谢谢前辈 晚辈再过三个月就正式飞升 一切由你自己做主 电灵说到这儿 声音慢慢沉寂了下去 接下来的三个月 林明完全放弃修炼 携带父母林小哥 秦幸轩 穆谦与一起游山玩水 游遍天眼大陆 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时尔腾云驾雾 在高空中看万里江山如画 时尔化身凡人 融入喧闹的市井之中 体会普通百姓的快乐 又或者一致千金 在世俗最豪华的地方尽情享受 品味王侯贵族的奢侈生活 在游历期间 林明自然想尽秦幸轩 和穆千语的温柔缠绵 每晚温香软玉在怀 颠乱倒风 甚至后来三个月期限将近 梁女也放弃了矜持 任由林明在夜里左拥右抱 享尽其人之福 他们则在一起服侍林明 无微不至啊 这个有点意思 寿源悠长 青春常住千年万年 无忧无虑 财富无尽 每人在怀任意采截 服侍周到到极点 这世间的一切 只要心意一动 随时就能拥有 这样的生活 可谓是极致了 美好的时光 究竟是短暂的 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到了 林明也迎来了 他飞升神域的这一刻 终于说完了 天眼大陆的这一部分 想想之前录这五百多集 真是感慨万千 在这中 我收获了诸多的喜悦 也收获了诸多的快乐 有这么多网友 对我这么支持 我非常开心 再次谢谢你们 林明取出凤仙子 流血的玉剪 将其捏碎 一时间无数梦幻般的光芒 在夜空中凝聚 像是万千萤火虫飞到了一起 空间出现了丝丝涟漪 一个身穿火红色长裙的女子 凭空浮现 这女子雍容华贵 头戴发簪 她看向林明 脸上带着欣赏的笑意 你主动捏碎这枚玉剪 是已经了解好一切 做好了飞升神域的打算了 凤仙子这一缕化身 跟真人无异 她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落在林明身后的 穆千宇和秦幸轩身上 只是一看良女与林明的状态 她就猜到了良女与林明的关系 林明飞升神域 这二女自然是林明心中的牵挂 是 已经做好打算了 林明说道 好 你这些年在天眼大陆了结因果 也没有用到本宫留在你身上的力量 算是将你的气运和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次去神域 你不要担心 日后有机会 还是可以回来的 而且是真身回来 当年混元天尊留在天眼大陆的封印 其实只是针对外界舞者 并不会封锁天眼大陆圣魔大陆的本土舞者 哪怕你将来修为超出神海 也可以回来的 奉仙子如此一说 林明心中一争 玄机大喜 原来如此啊 看来混元天尊当初留下这封印 是为了防止神域那些对头进入天眼大陆 觊觎地者之路 毁坏神域真身 窃取他留下的传承 可是对天眼大陆圣魔大陆本土成长的舞者 却没有这番限制 看来数万年前南疆巫神 也是本尊下界 而不是一缕化身 确实啊 如果只是一缕化身的话 像留下那七十二座精妙无比的巫神塔 还是有些勉强的 奉仙子又对穆千语和秦幸轩说道 你们二人追随林明一场 如今却眼看夫君飞升 日后相见不知何年何月 多少有些凄凉 本宫就赐你们二人一场机缘 算是补偿吧 奉仙子说完 手指轻弹 两道红光 没入秦幸轩和目牵于体内 两女身体一颤 就感觉刹那间全身火热 无数的能量在体内翻腾 这是本宫 以三年修为 加上古凤之血凝聚而成的火焰种子 其中包含了火系法则碎片 你们好好参悟 在修炼之时将其融化开来 至少能助突破八重命运 神海后期万年万寿 有足够的青春来等待你们的夫君 到了那个时候 林明修炼有成 反过来帮助你们 也许能够助你们突破神变 寿元三万年 青春永住 穆千语和秦幸轩听到奉仙子的话 心中大喜 急忙跪拜 哪个少女不暧昧 哪个少女不希望能青春永住啊 以奉仙子的境界 耗费三年修为和古凤之血 融合而成火焰种子 何其珍贵啊 而且两女又都是修夕火焰功法的 领悟起来 当然事半功倍 如果真能达到神变期 有足足三万年的青春啊 三万年呢 什么概念 王朝更替不过几百年 三万年够王朝更替一百回 无数皇帝王侯将相如同过眼云烟 甚至神国都父王了 但是他们还是青春常在 对凡人来说 几乎就是长生不老了 凤仙子微微沉吟 又送出几瓶丹药 到穆千语手上说道 这是神域的灵丹 药性温和 其中有助你们突破境界的火系灵丹 有喜经伐随的灵药 还有让凡人严寿千年的天才地宝 你姑且拿去 好好打理 谢仙子 穆千语再次行礼 这一份由凤仙子送出的灵丹 比林明之前给的那些珍藏还要珍贵 好了林明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吗 如果没有 那么就随我离开 前往神域 没有了 晚辈带父母 家人 谢过凤仙子前辈 林明说道 好 那么 我们走吧 凤仙子说完 刨袖一挥 一道赤红的火光 包裹了林明 下一刻 林明就觉得天旋地转 无数流光 如同彩霞一般飞速流逝 他有过数次空间穿梭的经验 很清楚 这是空间穿梭呀 他心中惊恶万分 凤仙子根本就没有动用任何阵法 直接以无上法力撕开虚空 完成了空间穿梭 凤仙子前辈 您仅仅凭借神海后期的修为 就可以穿梭空间 林明不可置信 他之前就杀过神海后期的强者 对神海后期的感觉是 那没什么了不起 可现在 同样神海后期的修为 体现在凤仙子身上 却可以横渡虚空 而这一次横渡虚空 定然是前往其他大世界 也就是说 这是横跨不知道多少亿里的空间穿梭 简直不可想象啊 凤仙子道 这是虚空大挪移 以神海后期的修为 确实不足以发动 但本宫依靠一些紫阳石 弥补修为的不足 便可以发动了 虚空大挪移 主要依靠武者对空间法则的理解 需要达到空间法则第五重 领悟空间风暴才行 林明之前听造化老人说过 空间已经一共十重 分别是扭曲空间 隔断苍穹 刺元斩 碎裂虚空 虚弥戒子 空间风暴 力量漩涡 实为空间 蔑视 创世 其中前五重造化老人都给林明做了详细解释 隔断苍穹便是自成世界 防御一切无法打破自己世界的攻击 碎裂虚空呢 是仅凭意志让空间崩碎 而后利用异散的空间之力做出攻击 虚弥戒子是开创一个独立的小千世界 这个世界中有五行 有空气 能够容纳生物 到了这一步就可以炼制子极界这种法宝 而第五重空间风暴 那是掌控空间风暴 空间风暴是空间之力形成的 掌握空间风暴就是掌握空间之力 在这种时候 武者撕开虚空 进入空间裂缝之后 意念一动 空间裂缝中原本粉碎一切的空间之力 完全由武者支配 可以包裹着武者快速前进 就像是鱼儿在水中游泳一样 这就是虚空大挪移 到了这等境界 意念一动就可以穿梭大千世界 百亿离远的距离顺息可达 林明没想到 凤仙子不但对活系意境领悟极为深刻 还领悟了空间法则 并且至少到了第五重 察觉到林明的心思 凤仙子微微一笑说道 法则之力 各有各的用处 如果可能 当然要多领悟一些 不过有的时候 贪多则不惊 法则领悟过多 反而会成为 修为精进的阻碍 有些武者修炼到很高境界 却还是没有领悟 第五重空间法则 不过他们依靠一些 文刻了大振的法器 也能进行虚空大挪移 是 晚辈受教了 林明虚心的说道 只是过了一炷香的功夫 五彩霞光瞬间消失 林明就觉眼前一亮 下一刻 他已经来到一处大殿中 周围有十分浓郁的火源气 显然这已经不是 天眼大路所在的位面了 天眼大路的位面 与神域之间的空间障壁 被混元天尊封印 凤仙子也不可能破得开 只能通过其他大世界 前往神域 在这大殿中 站着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女子 竟是凤仙子本人 至于带林明过来那一缕化身 倾刻间化成一股精纯的能量 融入到凤仙子体内 这化身本来就是凤仙子 百年修为 加一根发丝凝成的 随时都能被他收回 走吧 你修为只有五重命运 非生神域会受到一些法则的阻拦 需要我亲自带你过去 否则下界非生神域的空间通道 有天罚之力你可能会灰飞烟灭的 是麻烦前辈了 凤仙子带着林明走上一座祭坛 红色的祭坛方圆离许 全部由红色的活域雕刻而成 从下界到神域的空间有法则禁锢 哪怕领悟了空间风暴 可以随时进行空间大挪移的武者 想要穿梭也必须借助阵法 不可能徒手撕裂虚空 因此无论从下界非生神域 还是从神域重返下界 都不是件容易事 往返一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一般武者非生神域后 根本就没有下界的能力 除非修炼到足够的境界 付得起这代价才行 阵法发动 穿梭空间那种眩晕感再次传来 却比上一次强烈了千百倍 在林明面前 无数的流光汇聚起来 竟形成了一团五光十色的云彩 这是节云 其中蕴含了天法之力 神海非生神域是天道规则 如果修为低于神海 那么就会受到天道的阻拦 修为越低 阻拦之力就越大 如果林明带秦幸轩非生 哪怕秦幸轩躲在子祭界中 也会遭遇天法之力的阻拦 而且会更强大 甚至凤仙子未必拦得住 一道天雷 如同奔腾的子龙一般冲向林明 自古以来 雷电便带一张天法之力 天法之力也多数以雷电的形式表现 凤仙子道 林明 运转你全部力量来抵御 我虽然能击散雷霆 却有许多溢散的能量无法消除 而且你也必须亲自抵御雷结的一部分力量 否则天节之力会越来越强大 我这里有一枚丹药 你且服下 可以短时间内提升你的力量 让你能抵抗雷结 凤仙子说着 屈指一弹 一枚红丹飞向林明手中 与此同时 凤仙子一掌 击在那道雷霆上 一时间火焰冲天 在凤仙子身后形成了一只骨缝虚影 与那奔腾的子龙击撞在一起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无数雷霆与火焰一散开来铺天盖地 凤仙子只是一次出手 就击溃了那紫色雷龙 他化成了大量细小的雷霆能量 向林明和凤仙子笼罩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